民进党33周年党庆及全台党代表大会 28号下午将在台北圆山饭店登场 为选情加温 寻求连任的蔡英文 将首度与所有民进党区域明代参选人同台 营造团结胜选的气势 会中也预计通过所谓社会同行世代共赢的决议文 全台会跟党庆的部分 其实都有对所有的有相关身份跟前辈的人 去做一个邀约 此次民进党党庆活动 蔡英文与赖兴德是否同台 促成蔡赖配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但赖兴德27号接受媒体访问时已表示 因时间上不方便将不出席党庆与党代会 后续我们当然还会有更多的场合跟机会 能够邀请他参加活动 我们后续的团结并不会因为这一次 他时间上无法出席而受到影响 蔡赖配不配确实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蔡赖配之前可以先来一个蔡赖会 那蔡赖会会不会怎么会才是一个关键 我建议是不要私下会应该公开